7月27日是孙丽带着两个孩子 在伦敦游玩第11天一早 孙丽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今日分的新鲜猪油照 相较于前几日的访阅伦敦街头的城市风光 这几天孙丽倒是一直带着孩子们亲近大自然 体验英国大自然的美妙 孙丽晒照照片中 孙丽和两个孩子背影出镜 孙丽身穿白色紧身防晒衣 背着亮黄色书包 头戴草店帽子 度假休闲风十足等等 身穿莫绿色短袖加灰色运动裤 还戴着黑色的防护手套 也是十分专业 不过等等的头发倒是十分抢劲 留着长过脖子的头发 等等 莫不是以后要向着文艺范儿的艺术家发展吗 孙丽母子三人今日奔的小花妹妹穿着 有小动物印花的T恤 看起来十分可爱 有哥哥和妈妈相伴身边 小花妹妹非常活泼 抓拍的镜头下 小花妹妹昏快飞奔 颇具感染力 不过小花妹妹头上戴着的一朵小红花 倒是十分吸引人注意 网友评论 网友们纷纷评论 小花妹妹带小花 也是十分有趣了 也有网友辩驳到小花妹妹带的是红色的蝴蝶结 大家也是操醉了心 不得不说 孙丽带着孩子们欢快出游的照片 十分有感染力 每次都让看到的人也变得开心 自从伦敦出游以来 孙丽每天都会晒出几张游乐照片 记录下每天的珍贵瞬间 虽然大多是背影 但足以看出母子三人此番出游十分圆满 无论是漫步伦敦街头 还是参观展览馆 就像是借针的 我还有一点 带着 孙丽带的